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帮被中共非法拘留一个月 全球营救钟鼎帮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伟业呼吁马英九政府应该向中共提出强烈抗议 不能让自己的公民被任意拘留 陈伟业议员非常关注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帮招中共非法拘押一案 他提醒台湾人民和政府绝不能淡化此事 尤其是马英九总统要向中共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尽快营救 以保障自己本土市民的权益 陈伟业并批评中共无法无天 以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将中鼎帮栽赃陷害 利用这些不当的手段去扣押去这个拘留 我觉得是无助这个政权的稳定 因为你越做得多这些市民的愤怒只会越来越高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